那個黎兒姐的那個在東電那邊處理的這件事情 就是您說東電打算給您抓處理何必要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挖一個洞然後埋在你家的後院 那那樣子那塊土地還能住嗎 當然是我有生事件已經沒辦法回去 所以很多人說你現在還沒回去 那我再後我大概就回去六七次 因為我在那邊有十萬側藏書 書架都倒了那我是保護書架扶正 因為他在當地是一個震度六感受到震度六的地震 所以把那個書架扶正 然後就是每年的那個秋天的十一月的時候 去把他那個熱水器的那個一個小暖氣給他打開 否則大概那種地方因為他在冬天會結冰 他會把那個水管爆破 那就是然後每年那個春天又去把他灌起來 就是只能每年回去兩次 所以是沒辦法回去了 完全就是就沒辦法回去住啊 因為他是我東京加了幾十倍的那個劑量 所以就是說沒有必要回去住啊 就是說沒有辦法去住 所以當天這個處理的理由是什麼 他要出屋然後埋在 他現在就是因為他沒有地方 他出屋沒有地方 他只是就是說 因為他兩道空間劑量很高 所以他就把那個就所謂的儲物 或就是用那個高壓的水一直把你那個洗那個牆壁 然後把那個屋頂稍微那個削一削 然後又把那個就是土地給你削個五公分 削個十公分 那你知道我本來還打算做菜 你土地削個五公分十公分 他就是腐質土也都沒有用了 然後當然那已經污染很嚴重 當地產的東西都沒有辦法吃 我們回去的時候都要拿去 因為都要拿泡麵跟礦泉水 那你知道那個納虛本來是一個 他有納虛牛啦 然後是高原 高原蔬菜非常甜美 所以我本來覺得我是那個人生最得意的事情 等一下 這邊你如果可以放出來 他這邊有照片 就是這個 他那我覺得人生最好的事情 可是完全沒有辦法 可是像阿姨我也可以去 我的資產價值 等於算千萬台幣就是歸零了 那我應該可以去申請賠償 可是問題是說 比我更需要賠償的輔導人 或是他烏覽根眼中 完全沒辦法回去的人 太多太多了 或是他們的牧場 他們養的雞 養雞場 什麼都漁業 什麼都已經完全完蛋了 所以就根本沒辦法 那現在東電他們已經賠了五年 那到目前為止 他們實賠的是五兆多 那他們估計是 自己打算賠十一兆左右 可是十一兆是能用的 十一兆日幣 可是十一兆是不夠的 其實他們估計大概會超過 至少要超過一百兆 十一兆只是一個暫時的一個數字 對不起 那個福島那邊的農業 應該已經是完全不適合 那種片 可能是 對不起 大概就是 大概是這三張 對不起 我幫我看一下 這三張放到桌面上來 大概是 要把它打開就好了嗎 不好意思 可能啊 我大概是這三張 喔 對 這是我納區的家 你看就是這樣子喔 它很大很漂亮 這是車子嘛 我們蓋了一個三十幾名 這是美國人 來幫我們蓋了一個long house 一個松木的房子 然後另外 你看它海洋 烏覽每天都收出去喔 剛才那一張 它就是我兩個房子之間 還有五棵很漂亮的櫻花樹 可是就沒辦法回去了 可是我的程度還算比較好 我在東京還有家 可是福島人 他們就沒辦法回去 就沒辦法回去 他有十幾萬人 現在在避難 有幾十萬人 現在散落在日本各地 因為他小孩子 沒有辦法繼續讓他 在當地被迫 他明明就會自癌 就會死亡 所以他們就沒辦法住在那裡 你看這我就是 就是毀了 就是資產歸零 那你知道 這是離八十公里喔 是離八十公里 離兩百公里多的地方 也是有這樣子的地方 所以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讓我很哭 笑不得 那他們要弄的就是 把這個土地削個五公分 然後在這邊比較空的地方 他說你可以選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選在這個地方 挖一個大洞 你只好知道那個地方是死點 你所有的輻射污染都在這裡 可是也沒用 他也不除旁邊的山 旁邊的山林 他的輻射物質更濃 那他就會 就是也是會 一次風吹雨打 大風吹又全部用 劑量其實用 他用回來 其實一個很無奈的事情喔 所以日本政府他 他應該要八百兆 他編了兩千多億而已喔 因為就是說 他暫時根本 你除缺的輻射污染 沒地方可以放 然後另外 對不起 再放還有兩張 真的你看他每天 就海洋污染 每天這是最近的報紙 還是每天都會跑出去喔 所以就真的是 那個整個污染是很嚴重很嚴重 他會抓到那個 冬天還會抓到那種三萬貝克的魚喔 就每公斤三萬貝克喔 那他們是 貝克是輻射物質的含量 而且都是人工輻射物質 非常非常毒的喔 所以非常可怕 這一張 其實我還有 這個是就是說 在東京 在東京普通的 他們現在日本 全日本喔 有一百多個 自己去測輻射的那個組織 就會一個小小的機器測 那他們去測小孩子玩的操場 就那種沙場這樣子 那那多輻射還 就說在災後一陣子還蠻嚴重 那像台灣就是那個 就是像那個瑞州 他有去測古廳國小 就非常非常嚴重喔 就很多地方都蠻高的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應該要趕快先阻止 他們不斷的就是亂燒低間盒備 然後他公布 要求台間公布這件事情喔 那他真的非常嚴重 還有就是關於一下 用過的燃料棒 就是用廣島原子彈的份量 輻射物質量來換算 這是日本的教授 他們都是這樣算的喔 然後另外 台灣的那個化工教授 叫劉敬辛教授 他用台電的資料來換算 也估計大約是20萬顆左右 就像剛才那個就是 賀教授也說 他其實真的發的作用是不到一公斤 就是800公克左右的東西喔 那他就是以後 以後產生的輻射物質量喔 就是真的是那麼多 一天不配合 一天就是多20顆 廣島原子彈分量輻射物質 所以我覺得為了子孫 我們真的不能把這些東西 再繼續交給他們 而且最主要的是台灣根本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的 而且核電是最貴 很多人都以為核電是最便宜 那已經是天下謊言 他其實是 我覺得台電 他算成的是少算好幾個零 不是只有少算一個零 他不是五毛 也不是五塊錢 是五十塊 謝謝 不過我補充一件事情喔 就是黎兒姐家是八十公里 但台灣的靠命圈是三十公里 然後八十公里在東電他們做 我們靠命圈只有八公里 三十嗎 不是 台北泥那邊三十公里 請請田委員 田委員是長崎威 對 本來五公里 還有一個 等一下 那個 那個